只是在学校喝完猪骨汤 男同学竟在汤里发现了同学身上的纹身 同学们被吓得屁滚尿流 学校食堂有个猪骨汤一夜爆红 原本冷冷清清的摊位 现在排满了同学 甚至达到了一汤难求的地步 网红阿伟来到这里探店打卡 他觉得这个汤一定加了科技和很活 为了流量 他采访了很多同学 很多人也认为里面一定放了什么东西 猪骨汤很快就受请 摊主阿婆回到了后厨准备材料 阿伟决定要揭露猪骨汤的秘密 他拿着手机来到阿婆的摊位 就在他准备揭开汤底锅盖时 阿婆突然出现在身后 阿伟吓了一跳 阿婆让阿伟离开这里 而阿伟觉得阿婆做贼心虚 锅里肯定有什么东西 两人起了争执 拉扯中铁锅被翻倒在地面 阿伟看见地上的骨头 他用镜头对准了他 说这是一块狗的头骨 直播间流量大涨 就连同学也纷纷指责阿婆 因为在泰国禁止吃狗肉 而他们却没注意 阿婆将一白色圆形包裹藏了起来 阿伟更是叫嚣着这是犯罪 同学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一时间 原本善良和蔼的阿婆成为了老巫婆 阿伟甚至拿着照片对比 然后去校长那举报阿婆